昨日里奴婢经过更衣殿,听到有人呼救,不想过去看时,竟然发现宁王捏着谢小姐的脖子,将她扔在了水里。 而当时郡主您,衣衫不整,就在一旁看着。 皇上,此女一派胡言,事实并非如此。 起来说吧,朕绝对不会只听一家之言变草奸人命。 回皇上,昨日里,张合的衣服被妹妹不小心泼了一杯酒。 其后,她随我一同去更衣店换衣服,不想那里竟然有一群黑衣贼人大开杀戮,真和与贼人打斗,反而被其所伤。 而林郎,更是被吓得一脚踏空落水。 其后我呼救之时,子女出现,将我带回凤衣宫请太医诊治。 途中,倒是偶遇宁王,真和不知皇后为何会颠倒黑白。 昨日里的太医是您请的,林郎是您吩咐人救的。 就连负伤逃走的刺客也是您派人去查看的,可是今日您却只字不提。 你这是在狡辩。 皇上,臣却昨日里是给她请了太医不假,可是却是因为她说看到妹妹落水受了惊吓,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伤口。 宫中守卫森严,哪里会有什么刺客呢? 况且,就算真的有刺客,如果是专门为了行刺你,为何不在宫外,反倒是选择在这侍卫遍布的宫内呢? 老二,朕想听听你的解释。 儿臣坦坦荡荡,此事非儿臣所为,所以并无要解释的地方。 父皇,求您给儿臣做主,儿臣深知自己无用,只求后半生能齐而营绕,平安多日便心满意做。 琳琅与儿臣,自有相识青梅竹马,他这一死,儿臣可要怎么活呀? 身为太子,为了儿女情长成何体统。 启禀皇上,昨日李珍和郡主受了惊吓,脉象有些乱,所以微臣给她开了尽心宁神的方子。 你在撒谎? 此日里,分明是你给本郡主报答的伤口,为何竟然却抵赖? 郡主,昨日微臣给您起卖的时候,您身上还没有伤口呢? 怎么这出了宫之后,反倒多出一道伤来?